很早之前呢 大概就有很多经济学家说 不管你喜欢中国大陆 或不喜欢中国大陆 如果中国经济真的崩溃硬着陆的话 全球的GDP全部都要砍一败 而这个礼拜 中国大陆的官方特别安排了 林一夫发表新书发表会 请来了两个重要的西方媒体 一个是华尔街日报 英国的金融时报 都是全世界最权威的财经报纸 专访了林一夫 林一夫表示 他对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 仍然是乐观 并且提出他的理论 50.3% 一个奇妙的数字 让上阵指数在8月1号上涨了1.8% 这是中国官方公布的 7月份制造业采购金与人指数 跟上月相比 小幅上扬了0.2个百分点 7月份采购金与指数 之所以会缺陷温和回升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 近期中央围绕稳增长 跳结构 出改革 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对提振企业的发展信心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但总有人对中国官方表示怀疑 由汇丰银行同一时间发布的独立调查显示 中国7月份的PMI指数 从前一个月的48.2% 跌至47.7% 是11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他们说 中国制造商面临的商业环境明显恶化 中国政府正努力消除西方经济学家 对中国经济崩涵论的担忧 除了宣布利率市场化政策 7月30号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当前的经济形势跟下半年的经济工作 认为换党也不能施数 这个要保持一个合理的速度 那么当前呢 保持合理的经济证数还是十分重要的 没有一定的速度就业 这个扩大就业 提高收入改善民生 都缺乏物质基础 加快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然成为洗礼的施政主轴 而这也是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悲观的原因之一 一旦转型不成功 中国经济就将崩盘 但是赢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倒是非常乐观 The reason why I have the confidence to make the prediction about the Chinese economies has the potential to maintain another years of 8.9% growth rate on the basis of 32 years of 9.9% growth rate but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y have something called the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becau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y can benefit from the existing technology and industries in high income country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economic analysis show if a country knows how to use that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 they can reach 8% 9% or 10% growth rate 1994年就曾出出预言 中国经济未来20年 能够维持8%增长的林毅夫 7月底接受金融时报 跟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媒体访问时 再次表达了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除了相信中国具有后发优势 跟技术改超的潜力 如果从购买力来衡量 中国这个中等收入的国家 潜力依然无限大 we need to do a lot of effort to reform the economies and to develop the economy along the line of China'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order to tap into the potential and that is the you know my analysis and as you say because most people know they are influenced by the short run and down slowdown and they forgot to look into that potential 林毅夫说他相信今后七年间 7.3%的增幅是政府的基本底线 也是中国在2020年 要全面实现小康家庭收入 翻番所需要的增长率 尽管他也认为中国被贪污腐败 贫富差距等问题所困扰 但他相信中国能够克服利益集团的纠缠 通过必要的改革维持高增长 即使改革受阻 中国的经济还是能够全速前进 在西方一片唱随声中 林毅夫此时接受中国外交部的安排 会见西方媒体 也被认为是北京企图消弭 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悲观情绪 西日收看下礼拜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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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